跟大家分享的首饰就是这个小菊盒的首饰 小菊盒又是小菊盒 肃圈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本命耳环 Anna Luisa的首饰 这个单品算是他们换了新的设计师 我买的第一样新色令的东西吧 这个墨镜呢 我觉得算是Gentlemonster的其中一款的一个评价替代吧 嗨 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之前的视频里边 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些关于视频的问题 就比如说 项链是什么牌子呀 耳环是什么牌子呀 之类的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今天就想来统一给大家分享一下 近期我比较喜欢的一些视频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先来回答大家在之前视频里边 问的比较多的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一条项链就是长这样子 我凑近一点给你们看 就是一个金色的链子 然后它底下掉了一颗不规则的野生珍珠 这个项链我的利用率真的是非常的高 出镜率也非常的高 在很多期视频里边我都有戴它 然后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项链是什么牌子的 不是我不告诉 因为它现在买不到了 这个是我在NZ Apology那个网站上买的 差不多买这个项链大概是一两年前买的 有一次他们网站打折 有个折上折 我就刷到了这条项链 我觉得很划算也很好看 我就买了 后来很多人都跟我要链接 要牌子 但是它就没得卖了 我也有在那个网站上找类似的款式 但是好像就没有完全一样的 而且这个项链的质量也很好 我已经戴了就快两年的样子了吧 你看它也没有任何调色啊 没有任何质量的问题 所以这个项链我觉得买的也很值 就跟大家在这统一说一下 不然的话我只要戴这个项链 大家都会问牌子 我回头会再找一找 如果我能找到非常类似的话 我就会把链接放在我一下的Information Box里面 还有一个大家总会问到的 是我的一个金色的手链 那个手链我收起来了 我就在这贴一张图跟大家分享吧 那个手链也是问的 次数简直是太多了 就在我换这个珍珠手链之前 我带了一个金色的有个小金锁的那个手链 那个手链大概是我妈在三年前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好像是周深深还是周大福 具体是哪个周我忘记了 不是周深深就是周大福 这是我妈最喜欢的两个牌子 那一条是一条足精的手链 所以它会相比配金来说会更软一些 所以它戴久了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变松 前代可能刚卡住手这就可以了 前段时间我就发现 它就感觉在某一个动作 因为我的手的骨头非常软 我就在我某一个动作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个手链要好像从我手里边要滑出去了 我那天就把那个手链换下来 就换了一个新的手链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手链的牌子 但是像这种周大福啊周深深 他们的设计好像每年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截个图去这两个店里面问一下 看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卖这个手链的 品牌我就告诉你们 然后呢就是这个手链 大家眼睛也真的是太尖了 我刚换了一个新的手链 就有好多人在底下问我说 这个手链是什么牌子的 也是我妈三年前送给我 就是同时跟那个无精的手链 它是一起送给我的 这个手链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珍珠的手链 但是它可爱的点 就是它有一个小吊坠 我凑近一点给你们看 它这个小的吊坠 它是一个Hello Kitty的脑袋 银色的Hello Kitty的脑袋 也是周大福还是周深深 反正他们有一个Hello Kitty的系列 我妈就帮我挑了一个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Hello Kitty 现在我还依旧喜欢 但是没有小时候那么crazy 我记着当时出Hello Kitty系列的时候 我就买了好多Hello Kitty系列的首饰 现在我三十几岁 我就突然戴一个Hello Kitty 比如说一个很大脑袋的项链 感觉有点幼稚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把我之前的那些Hello Kitty 食品收起来了 但是这个我觉得小小一个很可爱 掉在这里 大家也不太会发现 它是一个Hello Kitty 但是如果说 你在不经意间看到的话 还蛮精致还蛮可爱 我这个人其实比较懒 带上一个食品 我就很懒的去换的这么一个人 之前那个足精的手链 我带着就很懒的换 知道那天不是那手链松了吗 我就把它换下来 然后我妈就说 还有这个 你赶紧带这个吧 有一点就是Hello Kitty脑袋的这个材质 它是银的 我在放了很久之后 拿出来它的脑袋 已经氧化成一个黑脑袋了 一个Hello Kitty 氧化成一个黑毛警长了 但是银子就很奇妙 我也没有去擦 我也没有去洗 我就给它戴着 大概戴了两三天以后吧 它的脑袋就变亮了 你看它现在就是感觉 好像没有任何氧化的迹象 我这个人戴首饰 其实不是特别的 Care这个首饰应该怎么保养什么的 我这个人就比较粗糙 也比较懒 大概就跟大家回答一下 关于这几样饰品的问题 因为这几样饰品 真的是你们留言问的次数 真的是太多了 那接下来呢 我要分享的这个饰品呢 是来自于Anna Luisa 这个牌子的首饰 在之前我有跟这个品牌 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合作 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首饰 而且他们家的饰品 质量都非常的好 最近他们又找到我 所以又送给我了三个 进气表新款的首饰 第一个是我选的一个银色的项链 在之前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他们有送给我 同款的一个金色的链子 我把它也拿过来了 给你们对比一下 这个是他们大概一年前送给我的 在之前我是很喜欢金色首饰的 金色银色选择 我一定会选择金色 但是从去年开始我就发现 银色的首饰 其实如果你搭配好的话 也会显得你整个人很白净 然后我就选了这一根银色的链子 我就觉得这两个链子也可以迭代 不管是你耳环带金色银色 也都很好看 Anna Luisa他们家的首饰纸 真的是很好 你看这个链子我都带了一年了 而且我带它的利用率也很高 还有就是我在前面也说了 我不是一个很会保养首饰的人 所以这个链子我也没有任何的保养 也没有擦 它也没有怎么样 你看一年了 这个金色的链子 也没有出现任何掉色啊 变色啊 任何质量的问题 大家可以追溯到我一年前的那个视频 你看到现在 它真的是依旧那么的亮 Anna Luisa的视频 他们家的价位区间也非常的友好 大概是三四十美金开始 这样子的一个起步价位 所以我觉得在价钱上来说 又有这么好的质量 他们家性价比是蛮高的 第二个 选了一副耳环 这两年还比较流行的 这种粗粗的 这种麻花感觉的 圆圈圈耳环 我是超级圆圈耳环的忠实爱好者 我的耳环90% 都是以圆圈圈元素为主的 就非常的好搭配 这个款式的耳环 在这两年真的是还蛮流行的 它的这个造型是这种麻花质感的 所以看上去也比较的富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项链 你看他们寄过来 外面会包着这样子的一个橡胶纸 就以免就是游记当中的 互相刮蹭的问题 这个项链呢 就是也是这两年很流行的 一个大的粗的金链子 这样子的项链就不管是单带 或者说跟一些别的项链叠搭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马上春天夏天 在饰品的季节就到了 夏天都会穿的比较轻薄 比较简单 就可以用这样子的首饰 去做一些搭配 我解开一个扣子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一个扣子不需要扣很高的话 若隐若现露一个金色的配饰 我觉得也很好看 其实每家的首饰的金色 都是不一样的 算是这种金色首饰里边 比较显年轻的 因为他们家的金 选的属于那种浅金色 切割面的原因 所以他们整个链子 看起来也很亮 是蛮显高级 蛮显好的一个饰品 以上的三个 就是安娜路易沙 这一次送给我的三样单品 就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结束了 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 他们家的饰品的话 我都会把他们家饰品的链接 放在我的information box里边 他们同样还给了我一个 九折的折扣码 我都会把这个折扣码 放在我的屏幕上方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用我这个折扣码 会有一个小小的折扣 就这样子 那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安娜路易沙 可以送给我这么好看的首饰 我以后会好好戴的 下单买的 他们家前两天网上 有一个全场八折的活动 made world的首饰 也是我平常会很常买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首饰 也是质量很好 品质很好 而且价位很适中的 一个首饰品牌 第一个呢 我就又买了一个圆圈圈 是一个金色的 我以前很喜欢戴银色的素圈 就是在我很早的视频里边 大家也可以翻过去看 我其实真的是戴这种素圈 戴了很多 尤其是这种大size的 你看就很好看 就真的是很摆大 不管你什么发型 头发扎起来 或者放下来 这个素圈都很摆大 或者你戴帽子 然后第二个 又是一个素圈 银色的小的 我之前买过他们家这个中号吗 我佩戴的次数也是超级多 就是你看我平时 只要是银色素圈 都是这个牌子 你看这个银圈 它其实做的是那种 有一点点雾面质感的 然后我把这个银色的圈圈 戴上给你们看 就是它的size会小一点 有的时候不想让耳环 看起来很夸张 或者说很吸睛 但是又想要一点点缀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种小的素圈 素圈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的本命耳环 我真的是很喜欢圆圈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两个项链 打折陶道的 左边和右边的款式不一样 左边是方块的链条 然后右边感觉有点像麻花 这样一圈一圈扣起来的 这样子链条 有一个这种折上折这样子的价钱 太划算了 大概下来才9块钱吧 真的你觉得不买都亏的吧 项链也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三个长度可以选择 这个长度是这个链子最长的长度 我呢脖子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长度 这是最长 但是你也可以给它调的再短一点 我觉得这个项链蛮好的 而且价位跟它的款式 还有它的质量 真的是性价超高 然后这个链子呢 我就选了一个银色的蛇骨链 Other Story他们家今年也出了一个银色的蛇骨链 我觉得也很好看 当然我那天下单的时候 它那个链子没货了 但是Other Story是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最近它们没货了 过两天有可能还会补货 当时我反正要在Madewall买 我就把这个买了一个想说回来 也可以给你们测评一下 也是跟刚才那个金链子一样 它也是有三个长度可以供你选择 这种蛇骨链就会显得脖子很好看 我把这个链子调节好 蛇骨链就是它在你的脖子上 很贴合你的肌肤 我记得蛇骨链真的是很早 很早之前就很流行的 一个这种项链款式 但这两年好像又流行回来了 然后这个链子当时也是有两个颜色选择 一个金色一个银色 其实我在网上看 有人也会这种叠搭 混搭下来也还蛮好看的 就是给大家分享几个这种经济实惠 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首饰品牌 像这种快时尚的品牌的项链 就比如说HM也有 或者ZARA也有 但是我觉得HM和ZARA的质量 就会稍微逊色一点 就真的是带一季两季就不能再带了 但是像我今天分享 就比如说Madewell Anna Luisa这种牌子的首饰 它真的是可以带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最近有在想 再去打两个耳洞 但是我没有勇气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在美国 哪里可以打耳洞 哪里可以呢 最大的要跟大家分享的首饰 就是这个小菊盒的首饰 在之前的视频里边 大家应该也看我有佩戴过吧 就是这个小猪鼻的戒指 这个戒指也算是他们家 比较网红的一个戒指了吧 而且相比他们家首饰来说的话 性价比很高 价钱算非常划算的 这个戒指在美国 是380美金的这样子定价 其实他们家银饰的价位 跟Tiffany上下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银饰的质量 要比Tiffany稍微好一点 艾玛是他们家的银饰 都做的好量啊 他们家也是提供这种免费清洗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戴着氧化了 或者说哪天就变黑了 你可以拿去店里 他们会免费的帮你维护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我就选择的号码 就稍微大一点 因为我想要戴的这个食指和中指 我的食指和中指 基本上上下的号码是一样的 所以买一个食指戒指 可以有四个指头可以戴 这也是我最近购买的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戒指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两个眼镜 一个墨镜 一个眼镜框 这个视频我本来还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墨镜的 但是最近不是德州 大雪风州 很多快递的车 没有办法开进德州 所以很多的shipmen都delayed 我买的那个墨镜 现在还在加州的某一个仓库 stock 没有办法邮寄出来 之后我收到了 会在后边的视频里面 跟你们分享 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 这个墨镜是长这样子 这个墨镜呢 我觉得算是 Gentle Monster的 其中一款的一个平价替代吧 它是Other Story的 看一下啊 它是一个这样子 这两年很流行的 这种扁扁的墨镜 然后它的近角的这个地方 稍微有一点点往上飞 但是飞的不是很夸张 你也可以给它选择 就是拍照的时候 凹造型 卡在鼻子上 我觉得也很好看 很便宜 大概三四十美金 如果有个什么折扣的话 大概二三十美金 就可以买到 我记着这个镜框 有好几个选择 但是就要看 它们当下上货的是哪一个 我买的时候 它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这个全黑的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戴帽色 我觉得戴帽色也蛮可爱的 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 我就觉得这个全黑的 会相对来说 比较好搭配一点 我买到它已经有大半年了 我的利用率真的是很高 而且它真的很好戴 而且这个墨镜很轻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鼻拖的高度 非常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脸型 就有的墨镜 它的鼻拖真的是 无法贴合在我的鼻子上 虽然它墨镜形状很好看 墨镜卡在鼻子这个地方 真的是卡得很牢 因为它这个墨镜很轻嘛 所以也不会给你耳朵 造成什么很压力的负担 如果你不想花大几百美金 买这样子的墨镜的话 可以先从这个几十块钱的入手 你先试戴看看 看你适不适合 看你戴不戴得惯 这样子的墨镜也很好造型 就比如说给它卡在头发上面也很好看 拍照啊造型啊 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吧 就是它一点都看不出来 是一个二三十美金的墨镜 墨镜的质感啊手感啊 真的都做得很棒 然后就是一个Dior的眼镜框 其实这个眼镜框 大家在我之前的照片里边 也看我分享过 这个是我在前两天打折的时候 在Sense上买到的 这个眼镜我超喜欢 买到以后 其实我的利用率也很高 不管是拍照啊 还是素颜啊 其实它的款式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黑色的框 因为我不近视 所以我没有度数的要求 当时买的时候就想要一个 可以戴帽子 或者说今天素颜 不是很好看的时候 可以遮个丑 结果没想到买到以后 真的很喜欢 不管是化妆啊 或者说不化妆 带它的那个装饰效果 真的是蛮棒的 它就是一个黑色的框框 然后在镜角这个地方 有两个金属的圆点点 在侧边这个地方 有一个CD的logo 还有就是它在镜子的 这个角角这个地方 有一个Dior的字样 这是我最近利用率也比较高的一个配饰吧 今天视频的最后一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两个腰带 两个皮带 先来说Celine的这个吧 这个皮带我买了也有大半年了 这个单品算是他们换了新的设计师 我买的第一样新Celine的东西吧 海旋门系列的腰带 然后我选的颜色就是这种胶糖色 这个皮带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一个就是黑色 一个就是棕色 我有几根皮带都是黑色 所以在买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说选这个胶糖色 给这个金扣看起来更复古一点 皮带的大小我的size是80 其实是有一点长的 我这个买东西就会想的比较多 我就害怕我在万一变胖了呢 皮带长一点 你可以多打几个眼 但是如果说短了的话 变胖了就用不了了 这个皮带其实上身很好看 尤其是他们前面这个凯旋门的扣子 在腰上会显得很精致 很复古 它我的利用率也是蛮高的 因为是棕色 其实也还蛮百搭的 不管是配牛仔裤啊 或者配西装裤啊 这个皮带 我看他们这一季还出了一个新的大小 好像是比这个再窄一点的版本 目前好像只出了黑色 反正我是前两天刷官网的时候看到的 这个凯旋门的系列 其实刚出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它好看在哪里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耐看的款式 今天视频里的最后一个东西 小菊盒 又是小菊盒 这个我买回来还没有拆过 今天就一起跟你们拆箱 你们大概猜一下是哪个款式呢 我觉得你们猜不到 它们家的皮带头和皮带是分开卖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头和你想要的颜色 可以自己组合搭配 皮带的袋子本身它是两个拼色的 这点就很好 你等于是花了一根钱拥有了两根皮带这样子 然后我选的颜色就是大象灰配金棕 外边和内里的皮质不太一样 内里的皮质摸起来更细腻一点 然后外边的这个皮呢 颗粒感会稍微重一点 我忘记了他们这个皮质到底是什么 我没有太详细的问笑子 我只是觉得这个配色很实用 给你们看我选的这个皮带扣是什么样的 是这个马车扣 而且我选的是金色 这个马车扣不管是配棕色这一面 还是配灰色这一面都很好看 当时选的时候一配就无法从我的裤子上拿下来 它配牛仔裤真的很好看 虽然它的图案看起来有一点复杂 但是它配到衣服上就会显得很vintage 就很复古 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这个马车真的做的很精致 这根皮带的大小我记着好像我也是选80 我是选多大来着 我都忘了 我看看这盒子上 这盒子上也没大小啊 他们家很多这种皮带都是给毛衣或者给裙子配的 都是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细的 细的腰带我的利用率其实不是很高 我对这种稍微宽一点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平常穿裤子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牛仔裤 所以在选择颜色上我就选了一个 搭配牛仔裤看起来会比较和谐的一个颜色 我现在把棕色这边落在外边给你们看一下 跟这个皮吧 这个是80 这个应该就是75 我当时怎么会买一个75的呢 我应该也要选择80的才对啊 我是怎么选的 这两个皮带是一样长的 也就是说我选它也是选的80 这两个皮带真的是一样长 只不过这个皮带扣它是从头开始的 这一根皮带它是稍微从 就是头往后一点点的这个地方开始的 所以它们皮带的长度是一样的 你看 它们两根皮带的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爱马仕这一根我也是选的80 好 这个答案给你们给到了 因为它前面的设定原因 所以它有可能没有责令的那一根 感觉戴上身那么长 差不多 而且它们两个宽度也是一样的 哦 它们两个宽度都是一样的 给你们看 很棒 我觉得我买到两个很不错的皮带 我很少会把钱花在皮带上 因为我觉得皮带有个一两根够用就行了 之前的皮带大概也是三四年前买的了 所以最近就又投资给自己买了两根比较好看的皮带 好了 视频就给你们分享完了 希望你们还会喜欢我今天的这期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大家 拜拜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哦 拜拜